选拔战斗机飞行员之条件严格程度,甚至比得上普弹水飞的条件,势力在多少以上,说话不能磕吧,不能有咳嗽的疾病,牙齿脱落三个以上的还有很多要求,最重要的是身体上不能出现比硬币还要大的伤疤,尤其是烫伤,都是不符合战斗机飞行员的招飞标准的。 于是,而且每一个合格的飞行员都是国家非常重要的资产,在飞行中如果战机发生故障,我国红军是要求飞行员要跳机逃生的,因为一名空军飞行员的价值原地一架战斗机要高,在飞行服役期间,国家甚至是不允许飞行员开车的。 飞行员受伤,那么就有人问了,那能不施血,如果在飞行服役期间,成病,或者受伤需要手术,那么术后还能飞吗? 其实这个也是要医生鉴定的,如果伤疤长度短位置好,回复情况好,那么就可以继续飞,毕竟培养一个成熟的战斗机飞行员非常的不容易, 但是如果疤痕情况不好,那么就会把你停飞掉,转到地勤,和一些其他工作岗位上了,受伤五十天后重岗岗位,大家现在知道了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